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保养 一生当中不见道场 为什么 游道场就有胜负 游道场就有负担 没有道场自在 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一生日中一时 树下一生 走到哪个地方 人在哪个地方 道场就在哪个地方 那如果真的是建立道场了 佛建道场容易 当时十六大过往 都是佛的皈依弟子 每个人都希望建道场来供福 佛不接受我 请他站住 讲一步一年五经可以 讲完 佛就走了 佛 佛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今天我们看到了 我们完全明白佛的大慈大悲 佛的智慧 由道场就有斗争 没有道场 没有斗争 谁都想做主持 谁都想做领导人 有这个念头 道也不能成就 为什么 心不前进 不能正苦 主要知道 虚头还是孝陈 为此最低的 粗苦 啊 有没有执着了 没有了 神剑没有了 啊 他要断 五种 建护 才能正道 虚头还空 五种建护 就是第一个神剑 不再执着神生活了 知道神不生活 放下神剑 放下对练 边界就是对练 啊 跟任何人没有对练 没有对练就是一体 啊 别人游道场呢 我们尽心尽力 来帮助他 协助他 让他这个道场 发挥作用 啊 绝不去占据这个位置 要去排斥别人 没有这个念头 那世纪 一个团体领导人 他是为这个团体佛物啊 出家 学佛了 佛为谁佛物 佛为变法界 时空界 一切苦难 正身佛物 啊 大臣这个苦难包围的范围很大 上面到等救菩萨 上面到等救菩萨 等救菩萨还有什么苦难 无时无明烦恼 习气没有断干净 这就是他的苦难 啊 所以要学佛 佛一样 飘法了 啊 佛真的是 舍得干干净净呢 六根在六成经济里 确确实实 不齐心 不动念 这是佛 尤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是菩萨 常常想这个 啊 还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是阿罗汉 啊 就是我们 经体上 清净平淡球 我们修什么 啊 这个经体是三个阶层 第一个 修清净心 清净心里头 绝对没有任务 有我执就是任务 啊 执着身体生活是任务 啊 对劣是任务 边界是任务 沉界是任务 我以为怎样怎样 就任务 啊 那还有没有 有没有善悟呢 世间人有善悟 他没有善悟 啊 他善悟两边都不存在 所以回归中道了 啊 为什么他知道 悟 等于是任务 等于是任务 善也等于你 善悟化了等候 都是业 轮回业 不能脱离轮回 啊 统统是在制造轮回 所以 那边都不做啊 断悟不做断悟的相 心里头没有 修善不做修善的相 那为什么要断悟修善 那是表演给世间人看 这是教训 啊 自己善悟没有了 还要做出善悟的相 啊 劝世间人 断悟修善 啊 造轮回 别造三祸道 造三善道 是这个意思 那自己呢 三祸道 三善道 读不走 超越了 所以呢 是标法了 那是教化众生了 啊 自己超越了 如果自己真 有心 去断悟修善 那就是轮回业 不能超越 丢在轮回 这个事 就麻烦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